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五一一期 时代论坛 专栏是A科子 由李锦洪赞问 题目是 仇恨才能改变世界 基督信仰强调爱的力量 相信爱能改变世界 现实中 却是仇恨的力量更大 足以扭曲 拖坏 崩裂世界 沙士和禽流感虽然恐怖 医学上 还有应付的处方 但仇恨病毒的蔓延 被任何恶菌和癌症细胞都可怕 令全人类束手无策 改变了正常有效的社会秩序 冲破道德量知的防线 无恐不入地侵蝕现代文明 将丑陋的恶魔释放成迷惑的天使 又将杀伤力强大的若隐 并爆连患暴力 就连引爆者 亦野火焚身 历史上 却未有 与伊斯兰国的挖兴威力 教军政强国 智富青英 振脚大乱 强作镇定 他们使用人类最杀着的武器 仇恨动员 渗透了宗教 种族 文化 地缘等仇种 将许多问题无限方大 累积化 同上态化 小仇变成大恨 如果说伊斯兰国属于无罪的世界 有罪世界 岂不也有人利用仇恨动员 达至政治目的 狂热的特朗普 有力问鼎白宫 英国人选择脱欧 左翼和纳粹思潮再起 仅有庞大的跟随群众 打着漂亮的旗次 除了宗教和族群之外 还加上了利益仇恨 香港社会陷入当前困局 在撕裂和碎片化中 可以累出大量的仇恨元素 即将举行的立法会选举 给的不再是候选人的质素能力和正纲 叫作和吸精会是各种包装华丽的仇恨 恨女分不清欢笑悲愁 我仍相信 爱是唯一可以化解恨的力量 为什么基督徒面对苦劫的世情 同样会产生同常人一般的 无奈和无力感 我自今说自己将爱认识得太肤浅 体现得太表面化 沦为浪漫的信仰口号 其实心中还未以善性恶 滞留着仇恨的种子 耶稣之死是典型的仇恨动员 同时成就了唯一的答案 多谢你收听网播时代 Times on Air Times on Air 澄吸 MUS revisit 订阅 重 我們 U